今天是一个十分殊胜的日子 这是我们全世界的佛教日 称为魏塞节 大家知道我们地球上有个组织叫联合国 联合国里面有一个教科文组织 这个教科文组织它的全称叫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里面我们有一个世界佛教联合会 所以今天在全世界都公认 这个五月的第一个月延日 那么为魏塞节 那这不仅是以前是我们东南亚地区的一个节日 那现在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韩国日本 欧美 近年这个佛教发展的特别迅猛 那么在欧洲各个国家 美国 这个加拿大 北美这些发达国家中 佛教事业传播的也特别迅速 那这个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说是全世界一个佛教徒共同的节日 就是魏塞节 就是今天 那么特别我们新加坡这些发达国家 都把魏塞节定为一个公修日 这是对全世界佛教徒的一个尊重 那么释迦牟尼是我们佛教事业的导师 他是我们的根本上师 叫本师 释迦牟尼佛 也就是说 没有释迦牟尼 没有佛教 释迦牟尼是不是天上的一个佛 不是 他是个人 这个实实在在的 你们学过世界文明史的人 知道释迦牟尼 出生在现在的尼泊尔 兰比尼公园 那么这个 我们上次去尼泊尔 还专门去佛陀的诞生地 去理经 那么今天的佛诞日呢 也叫圣诞日 当然这个魏塞节的来历 还是简单提一下 魏塞节是关于释迦牟尼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 三个日子的纪念日 一个是出生日 一个是承道日 一个是涅槃日 这是佛陀的三个很重要的日子 那这三个很重要的日子 居然都跟月圆有关系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